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兄弟 我告诉你 若是有女人缠上了你 练跑武功 那是公然不好 可是还要得罪朋友得罪师兄啊 而且你现如今都忘不了他 也不知道他现在 你真的有个他 真的吗 到底是谁啊 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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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而言之 这女人的面是见不得的 这女人的身子是更加胖不大 你教她点学武功 让她抚摸你周身穴道 那便是大错特错 你若是娶她为妻 那更是万万不可啊 周大哥 我跟你不一样 我是一定要去荣儿的 吃 吃 吃 你吃 吃 好 加班책 愿阳之久与双飞 可怜未老头衔白 白春薄碧草 小寒深处将对于红衣 小寒 荣儿 今天周大哥唱的那个四张鸡 是什么意思啊 你爹爹明天会不会考我这个东西啊 谁知道他会考些什么呀 不过这四张鸡 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不知道是谁做的 四张鸡鸳鸯之久欲双飞 可怜未老头鲜白 春波碧草小寒深处相对欲红衣 这想必是形容男女之间情爱的词 不会吧 周大哥他怎么会谈情说爱呢 这也不稀奇啊 他又不是出嫁的道士 金哥哥你就别管别人的事了 赶快用功 饿补你最弱的琴棋书画 这毒酒喝得是真过瘾呢 来来来 我们再喝一杯 好 来敢不敢啊 别婆婆妈妈的 一定是那臭小子 搞得好像鬼叫似的 黄老师 明天千万不能出音乐题 更不能叫他们诵诗 好啊 一言为定 两位兄长 不如我们干了此杯 早点歇息吧 等等 王真人 我老叫花敬你一杯 王真人 小弟黄药师也敬你一杯 王真人 MING PAV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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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行并不仙 不乎 但是 Baş imperfect 黄老邪 你真太有趣了吧 你 靳哥哥 你怎么那么笨呢 我 我就是这么笨啊 我知道了 你不要荣儿 你要让荣儿去嫁给那西域的坏男人 哎 不是的 荣儿 弹青对我来说真的是太难了 不过 我一定会尽力的 尽力 可你这样还是没有办法赢啊 这可怎么办才好 你要拿我爹爹没办法 我不嫁都不成了 那 我带你走 怎么走啊 这是一个海岛 除了跳海 没有其他办法了 我们 我们大不了 就哺啰哺啰地走 大海无穷无尽的 谈何容易呢 还不就是死路一条 没关系 我们就一直有 有啊 有啊 到没力气为止 我跟荣儿 死在一起 也是快乐的 荣儿 我要跟你一起生 一起死 荣儿 我要跟你一起生 一起死 勾手指为盟 来 师父 你再洗澡啊 来 我来帮你 这 这水怎么那么脏啊 师父 你多久没洗澡了 不是啦 是黄老邪老毒物跟我三个人 重温十八年前的煮酒论英雄 大家都喝了一些毒酒 现在我把毒酒逼出来 水就变成这样子了 师父 那你现在没事了吧 没事 我有什么事啊 对了 明天你不能输给那姓欧阳的 对了 师父 我琴棋书画样样都不精通 我明天怎么比啊 你放心啦 我跟黄老邪讲过 明天不比琴棋书画 是吗 那我现在应该准备些什么 你先去大便 然后再去睡觉 师父 你说什么呢 哦 诶 你作弊 作弊又怎么样 你以前考我功课的时候 我也常常作弊啊 你不用妄想了 笔试内容在我这里 你已经想出来了 想出来又怎么样 我不会告诉你的 好 那我今晚就守在这 等你睡觉的时候说梦话 把尸体给泄露出来 今天晚上我不睡觉 你给我出去 走啊 你等着吧 我一定会让靖哥哥赢的 师父 怎么回事啊 靖哥哥 一会儿在比试的三个回合过程中 千万不要望着我 一眼都不可以 是 蓉儿 师父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 这个鬼灵精一定想什么方法 在帮助你啊 比武就是比武 干嘛还要想其他的方法 大大方方的多好啊 有什么好啊 黄老鞋本身就是血 尤其你现在对付那对 姓欧阳的书值 老是就会吃亏的 听懂了没有啊 懂了 小兄 可别忘了你的承诺呀 这个自然 第一道题目 就是比试武艺 千万 他身上有伤啊 这个我知道 我也不会让两位贤侄 在桃花岛上过招 免得伤了和气 你是说不是他们俩吗 不错 那主考官是要亲自出手 跟他们过上几招吗 也不是 如此是招 难免有人会说我存心偏袒 出手之间有轻重之别 侯阳兄 你与七兄的功夫 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昨天拆了千余招 也不分上下 现在欧阳兄 你是郭贤侄 西兄 你是欧阳贤侄 对呀 这样公平得很 公平得很 黄老仙果然聪明 这我可想不出来啊 来来来 马上比试 且慢 且慢 我们首先要约法三章 第一 欧阳贤侄身上有伤 因此呢 我们只试招数 不比内力 第二 四位在树上面比试武功 谁先落地即为输 第三 两位兄长若是出手太重 误伤了小辈也算输 误伤小辈也算输 那当然 两位功夫这么高 只要一出手 两位贤侄还有命吗 西兄 只要你碰上欧阳贤侄 一块皮 就算你输 欧阳兄也是 他们两个之中 总有一个 是我女婿 我岂能让你们一出手 就伤到她了 你这个黄老仙 果然刁钻古怪 不太民不虚传哪 打伤对方也算输 这规矩也是千古奇闻哪 好 就这么着 只要公平 我老教话就干了 看什么 师父 戎儿怎么没来啊 专心点 用心比试 是 走 好 开始 前辈 你怎么不守规矩啊 不守规矩又怎么样 还逃 不守呢 走 靖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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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棒啊 不错啊 没丢脸 你这徒弟是什么功夫 连蒙古摔跤都用上了吗 这个连我也不会 这可不是我叫的 可别找我的晦气 这一场郭贤直胜 黄老仙出第二道题吧 第二三场的考题是文考 喂 黄老仙 你这分明是偏心了 说好只是考武艺 现在怎么要文考呢 我哪有说过 你 爹 你又说话不算话了 好 这一招题很好嘛 靖儿 我们不比了 师父 为了容额 我想试一试 靖哥哥 第二道题 是详请两位贤侄 品味一下 老朽所奏的一首乐曲 哼 这傻小子懂什么管仙私主 看来 我是必胜无疑了 你 恐怕他们没有这样的定力呀 不会欣赏你的哑奏 我看不如就这样了 你们放心 我这首曲子非常的平常 并非考试内力 两位贤侄各执一根竹枝 敲击我销声的节拍 谁敲得好 谁就算胜 为公平起见 两位师兄 请你们回避 请不吝点赞 我这傻哥哥本就不懂音律 爹爹不该硬要考他的 嗯 吴 啊 的 啊 嗯 伊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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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臭巷子 肯定是昨天和我们三个人 以乐声对抗 如今他领悟到乐群中 进攻和防守的反门 看 他根本就不懂音律和节奏 现在听到你爹的销声 却想到 如何与你爹的销声对抗 用竹枝不停地打 以此来扰乱 滴滴的曲调 停 你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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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子小小年纪 武功却如此之深 难得他装傻充乐 其实是一个绝顶聪明之人 若我真的将女儿嫁给她 有何妨呢 你爹来劲该怎么办 我自有听惯了爹爹吹奏的碧海潮声曲 竟知曲中珠般变坏 还行 可我担心静哥哥顶不住 静哥哥 来 起来 你没事吧 我们是 多谢岛主眷顾 晚辈深感大德 你很好啊 你还叫黄岛主啊 那晚辈应该叫你什么 你说呢 你为什么给我叩头啊 是荣爱叫我叩的 笨就是笨 爹爹 这次论内功是郭贤侄强些 但是我考的是音律 却是欧阳贤侄比较好些 这样吧 这一场大家打成平手 我再出一道题目让两位贤侄一决胜负 说得对 那就再变一场 都会吧 黄老邪 那姓欧阳的小子明明是输了 你这么做分明是要 各位请陪我来 你 你 女儿是你生的 你要给那小毒物随便你了 师父 我们还是进去吧 走吧 我和卓京就只生了这一个女儿 卓京不幸在她出生的时候去世 如今承蒙两位瞧得起同来求亲 卓京在天之灵 必定十分欢喜 这本册子是卓京当年亲手所书 乃她心血所记 现在就交由两位贤侄分别阅读一遍 谁背得又多又准确 我便把女儿许配于她 爹 照说 郭贤侄已多胜了一场 但这本书与在下一生大有关联 卓京也是因此书而死 现在 我就没助她在天之灵 亲自挑选女婿 看看哪一位贤侄有幸 黄老邪 谁听你鬼话连篇 你明知道我这徒儿不通诗书 还要考他背书 还要把你死去的老婆搬出来吓人 真不害臊 我们走 师父 亲兄 若你是来桃花岛成威的 只怕还得再学几年功夫 怎么 你想动手 我看你拦得住拦不住我 你不通阴阳五行之术 如何出得了我桃花岛 最多一把火把你这些寿书都烧光 师 师父 有本事 你就烧来瞧瞧 你以为我不敢 师父 师父 黄道主 晚辈跟欧阳克比试一场背书便是 晚辈自制鲁顿 就算是输了 也无话可说 你是不是爱出丑啊 爱出丑就有你了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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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儿 九阴真惊 那你就专心好好地躲我 给我好好地记着 别再多说话了 好 这维维曲曲的磕斗字 我怎么认识啊 这不是周大哥叫我背的句子吗 傻小子 看见你头昏脑胀了吧 难道 周大哥叫我背的 是九阴真惊 不对啊 九阴真惊 已经被梅超风弄丢了 怎么会在黄道主手里呢 欧阳师兄 怎么 你身上老是这么干净 又香喷喷的 怎么 你不喜欢吗 这儿 不必要的话 慢慢再说 原来黄道主还是不肯以真惊全文事人 我虽不得目睹真惊全文 但总比这杀小自己的惰性 这场考试 我是胜定的 好 哪一位先背 晚辈先来吧 嗯 郭贤迟 你先出去 哦 哦 荣儿 你在这里听他们背书 别说我偏心 你本来就偏心 用不着人家说 没规矩 过来 来 走 走 欧阳师兄 我有什么好 你干嘛这么喜欢我 我想 那应该是一种感觉 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我就认定 你是我一辈子心仪的人 你骗人 哎呀 这丫头现在还向她送秋波管个屁用 黄老邪存心要那姓欧阳的营马 还不赶快出来 赶快出来我们一起走啊 哎 静儿 静儿你说对不对 她这样子 静儿 静儿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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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看着回西域吗 那儿很冷 不是吗 黄姑娘 西域这个地方大得很 冷的地方也很多 但是好的地方也是风和日暖 就像江南一般 芝儿 不必要的话慢慢再说 认真背书 黄姑娘 你想让我忘记 恐怕没那么容易 天之道 天之道 损有余而补不足 事故虚胜时 不足胜有余 其易薄其里傲其巨身 天地之相分 陰阳之猴烈 辩画之有表 死生之赵章 不谋而一记自同 不曰而幽名私契 积其言有威 厌之是不特 成可谓至道之宗 奉生之始义 假若天机迅发 妙时玄通 成谋虽属呼声之 彪阁以资于智训 未尝有形不由诵 出不由禅者意 然刻意言今 探微所以 或实气真药 则牧牛无权 这个人敢真厉害 这颠三倒四的句子 他只看了一遍 就全记住了 傻小子 他们存心要我们出仇的 我们两个还是认栽了算了 真气旋转灌其中 气行任督小周天 温阳 温阳九阳第一重 每日面北而坐 哎呀 背错了 踏 踏上空旋 含 含旋理 狗屁不通 不通啊 是的 万辈只能记住这么多了 背出这么多 真难为你了 郭先知 你进来 哦 哎哎 哎 不能进去啊 我们走 师父 你不是常跟我说 男子汉应该顶天立地的吗 就算要输 也应该比过之后才能认输吗 我进去了啊 哎呀 公兄 你请 我不移 你 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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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你如荫要叫我跟那坏男人上西域去 女儿进去就死给你看 荣儿 不要啊 放下匕首 有话好说 我要你答应 其他的不用说 荣儿 好 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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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你真的不想嫁 你就一辈子 留在桃花岛 陪着爹爹 爹 你不要疼荣儿 你不要疼荣儿 荣儿 你别哭了 金哥哥 我要跟你在一起 我讨厌他们 讨厌他们 我不疑 我不疑啊 好了 荣儿 荣儿 我可以单独跟荣儿说几句话吗 有什么话 不可以在我面前说 我要你走 走啊你 想当年 你纵横四海 是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 现在却被一个小女儿搞得你头昏眼花 黄老师 先把他们的事给定了吧 再把老教花 跟那个傻小子给打发走 以后的事就好办多了 小女孩撒撒娇 那也挺正常的嘛 荣儿 你真的变笨了 你在说什么呀 你又忘了昨天晚上 我们说的话了吗 无论如何 我们都要在一起的 一起伤 一起死 啊 郭贤侄 你又带我来 带你来 还带你来 我先带你去 你去 书 你去书 我去书 你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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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 你去书 我先带你去书 变化之有表 死生之赵章 不谋而一记自同 误曰而幽冥私弃 积其言有威 验之势不特 成可谓至道之宗 奉生之识 啥小子怎么会被这样东西啊 我也不知道 成谋虽属乎生之 标格亦自于智训 未尝有行不由宋 出不由产者意 然刻意言经 叹微索引 或识气真要 则牧牛无权 故动则有成 由鬼神幽赞 而命是其节 时时间出烟 五脏六腑之精气 皆上柱于目而为之精 精之暗为眼 骨之精为童子 精之精为黑眼 血之精为利落 其暗气之精为白眼 肌肉之精为约束 我及精骨血气之精 而与脉病为戏 难道我那故事的娘子 当真显灵 在殷世间把精骨想了出来 传给了这少年 阿恒 你对我情深义重 借着少年之口 把真经收获 怎么不让我见你一面 我晚上吹销给你听 你可听见了 可防敌护警 没超风失去的九阴真经 是不是在你手上 晚辈 晚辈实在不知 梅前辈的禁闻落在何处 如果晚辈知道 必当相助找来 还给岛主 岐兄 欧阳兄 岐兄 这是先氏选重的女婿 在下无话可说 我将荣儿许配于你 你要好好地待她 她被我宠坏了 你要让她三分 我可不是好好的 谁说被你交纵坏了 岳父 且慢 怎么 不服气啊 刚才郭兄所背的内容 比这策上要多得多 想必 他在此之前 已经得到了九阴真经 我 晚辈斗胆 想在他身上搜一搜 黄刀主已经血魂 懒妞 何必节外生枝呢 你忘了你叔叔 怎么讲的吗 我们姓欧阳的 随便给人启蒙的吗 晚辈明白了 欧阳前辈 您在晚辈的身上搜一搜便是 爹爹 你放心吧 你爹爹偏心得很 现在爱女急需 他一定反过来 维护我这个傻徒弟的 怎么样老毒物 你搜不到吧 欧阳兄 七兄 我们十八年未见 不如就留在桃花岛 痛饮三日 好呀师父 你就留在岛上 荣儿亲自下厨做菜给你吃 咱们岛上的荷花极好 仙灵荷叶羹啊 还有荷叶瓣鸡 包括你一定喜欢 好啊好啊 你就煮给我吃 欧阳伯伯 欧阳师兄 请 请 那好 荣儿 怎么了 我 我 怎么了 金哥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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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了 一个人在最开心的时候 是说不出话来的 嗯 可是这样不行呢 金哥哥 嗯 以后你天天都那么开心 每天都我 我 我的 我怎么办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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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是不是要说 好 接下来 我们一起去大漠 把你娘亲接来 从今以后呢 咱们有一家人 就在桃花岛上了 永永远远 开开心心的 嗯 嗯 阿衡 我曾经应许您两件事 一件 是要找到九阴真经 将金树焚烧来寄你 但这十几年来 却始终未过 今日终于被我找到 原来这信锅的小子 将真经被他滚瓜烂熟 我只想杀了他 将他在你面前焚化 就如同焚化一本活生生的真经 你的在天之灵 可以得到安慰了吧